自从华晨宇发行首张个人专辑《卡西摸多》的礼物后,日前其首场现唱会也是千呼万唤使出来,在北京某购物中心举行。 现唱会当天,现场被热情的粉丝们围堵得水泄不通,花花的超高人气毋庸置疑。 近日,网络传出一份《我是歌手》第三季的名单。 除了孙男曲婉婷等歌手名在其列外,一次华晨宇也在收邀名单当中。 对此,花花回应并不知情,不过谈及与众多实力唱将同台PK是否会有压力的话题。 一向随意的花花却表示毫不担心。 我的优势就是随意。 对,在台上想玩就玩,想蹦就蹦的那种。 没有压力啊,大家不都是在演出在表演吗? 对啊,又没有,我又不需要去跟他们比什么高下,因为唱歌的东西本来就没有什么好比的。 对,然后有些人可能就喜欢听前辈唱歌,可能有些人他们可能会喜欢听年轻一代的歌手唱歌,就是这都是不一定的嘛。 除了音乐方面备受关注外,一向萌萌的花花最近也是绯闻缠身,不但被传新恋情。 传闻中的正牌女友正是某音乐选秀节目中的选手胡磊。 据悉,两人同是武汉音乐学院的校友,更用细心的网友扒出两人曾经同台深情合唱的视频。 新恋情到底是确有其事还是被炒作?花花的回应却显得有些无奈。 那个是我的师姐,是吗?胡磊,对不对? 她是我师姐,她不是的。 反正娱乐圈嘛,不总是会有莫名其妙的回味。 自爆还是单身的花花被问及选女友标准,其也表示会顺其自然,不介意女友是圈内人。 如果谈恋爱的话,那我肯定是想低调一点了,对,但是,但是我也不知道我谈恋爱之后会是什么样的情形,就是,也许我无所谓这些,然后,管他可能遇到再说吧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